如果你不用這個公式 我剛剛講過 複雜的事情其實可以交回VBA 那VBA是自己寫一個程式 寫完之後把它執行 這個就OK了 直接把結果貼過來 直接就輸出到這邊了 或者是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自訂函數 什麼叫自訂函數 在以色列裡面沒有的函數 你可以插入函數的話 你可以自己寫一個 function 然後這邊會出現使用者定義 比如說我要給它一個叫入階道的函數 那你將來只需要給一個地詞就好了 它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那個地詞裡面的 入階道的訊息 直接就幫你抓出來 但是這個部分的話 是需要自己去寫的 那寫的位置在哪裡呢 向下填滿就OK 它寫的位置是 一樣是寫在VideoBasic裡面 的那個什麼呢 一樣是寫在模組裡面 那這邊我只要增加一個什麼呢 叫做Function的東西 這樣子的話呢 將來 就可以直接 做出我要的結果 不過這個部分難度相對是比較 這個就是寫VBA程式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如果你的工作裡面都有這種東西 那你事情比較簡單 以後就插完數就好了 每天點一下點一下點一下 那其實工作不會那麼複雜 可是前提是要有人幫你寫啊 或者是你要自己寫出來 那現在有一個公司 就專門找一些 城市比較厲害的 就專門幫大家寫這些共通的東西 寫完之後再Share給大家 大家一起用都可以了 OK 這樣不是很快嗎 不然的話有些東西 所以是不是應該要有一個專門的人 然後就在那邊 你告訴他說 你要什麼什麼什麼邏輯 然後他就幫你把結果寫出來 對不對 但問題是這樣 這樣有人存在嗎 OK 還有嘛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 你要告訴他的同時 你恐怕也要 至少你要了解說 你要怎麼告訴他 所以最好是你要懂一點這部分 你也許自己不太會寫 但是你至少要能夠說得出 到底你的需求在哪裡 這個也我覺得也蠻重要 不然有時候溝通 真的是會很花時間 就是在 因為你們彼此之間好像沒有一個交集 的上面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給各位參考 那如果你想要 想要得到那個 因為我們這邊是紙本 你要自己打 很花時間 或者打錯 如果你想要得到那個 這個相關的東西的話 其實我有放在那個 我的雲端上面 我那個 有給各位那個雲端 再來邏輯部分的話 我們第一個 剛剛講的 所以這個大概就先到這邊打住 OK 那我先把它儲存 儲存的話一樣 他會問你說要不要改別的格式 一定要 是否 當然就 是否保持 為這種 否 記得把它改成 一樣 改成啟用具體的活躍順庫 如果你裡面有寫程式的話 那你一定要啟用具體的活躍順庫 把它儲存 這樣就OK了 那再來的話 就是這個 第二個單元 邏輯函數 中華頻率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一樣插入一幅 這個比較簡單一點點 邏輯裡面的一幅 如果什麼呢 如果它的乘七 所以點一下那個一二 如果只要大於等於什麼 大於等於60的話 那等於就合格了 反思就不合格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一樣 合格 那反思呢 就不合格 OK 然後它會自動加雙以後 所以我就加按確立 向下填滿 這個比較簡單 那多重的話呢 就比較麻煩 為什麼 插環數喔 邏輯 好像跟剛剛差不多 如果 這個條件 大於等於多少 大於等於先80好了 一般習慣是由上到下 80 那為True 那當然就A OK 那為Force的話呢 它可能有B 可能有C 可能有D 但是你不可能說放一個格子 因為怎麼辦 所以通常喔 如果呢 Force 還有 多個的話 一般習慣是把游標先放這邊 第二個的話 請你點選什麼 前面的下拉清單 再把那個if的 這個函數 再點一次 意思是說 我即將在這個if裡面呢 再放一個if 這叫潮狀喔 OK 這個動作很重要 如果你會的話 其實要做多重邏輯判斷 就很簡單了 那個動作 關鍵的位置叫做 做完if 這個可能BCD 又要先放這裡 然後點的話呢 第二次以後點函數的話 請你點下拉清單 因為剛剛有用過 所以你直接點一下 他就把這個if放到這裡來了 OK 那你會發現喔 他其實這個功能還不錯用 是說 他會自動幫你把if放在對的位置 然後 會給你三個格子 你就填 填空就好了 那填的方法跟剛剛一樣 再來就B嘛 所以這個成績 如果大於等於 現在變成70了 因為80以上就不管 因為被A用掉 那再來就是B 反之的話就是C 也是兩個真慢 一樣油膠放這邊 再點一下if 所以動作都一樣喔 也就是如果你很多if 反正又同樣這樣做 保證不會錯 然後呢 這個成績再來就是C 如果大於等於60的話 那我們就給他是C 剩下來的沒有了 沒有了就D了 OK 所以這邊有四個邏輯 的判斷結果輸出 ABCD嘛 但是 所以啊 會需要三個if OK 按確定一下 欸 輸出了 那你會發現向下填滿 基本上應該就OK了 這個應該沒有六字頭 這個五字頭就D 七字頭就B OK 那所以用這個方式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那個 這個潮狀的if 可以很簡單的把它做出來 當然啊 你如果有信心有把握的話 你也可以喔 不需要用剛剛那個方法 你從頭打到尾 如果我不太介意 或者沒有你從頭打到尾 其實真的還蠻會做錯的 OK 所以你可以試著用剛剛的方法 分別把那個A B C D 分別把它做出來 OK 這個部分的話是 就是第2個單元的邏輯 部分 那 其他的話當然喔 我們後面還有AND跟OV啦 那AND的OV部分的話 其實AND跟OV蠻像的 只是 差別是說 一個是兩個都要為儲 或三個都要為儲 那一個是其中一個為儲 我們AND的話 其實你們可以練習一下 它這邊有一個標準說 它要這個銷售量要20以上 然後銷售金額要8萬以上 而且是AND喔 那AND怎麼做 第一個一樣插入那個什麼 插入一幅 然後第二個 請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AND或偶爾 我建議是自己打 AMD 千刮鬍 然後呢 你的第一個邏輯 痘點 第二個邏輯 痘點第三個邏輯 你有很多的邏輯 那你就分別羅列 最後後刮鬍就好了 好 第一個喔 我們是這個 要大於20 所以呢 就先輸入大於20 痘點 第二個是 這個 欄位要大於8萬 好 再第二個 千萬 OK 後刮鬍就好了 當然呢 我們這邊只有兩個條件 所以如果你要第三個 反正要繼續痘點 第三個 痘點 第四個 你就可以很多個條件 OK喔 所以你要 有點像篩選資料差不多到底 篩選也有類似的作用 OK喔 然後呢 我們如果為True的時候呢 那就什麼 反 就是給他一個什麼 優跟列 這邊的話 這邊如果是 合格的那就優 反之的話就列 列 OK 然後再按確定就好了 所以end 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可以很多個條件 那一樣的道理喔 偶爾喔 偶爾你也可以前面加 換成偶爾 偶爾就是 只要你的邏輯條件裡面 其中一個為True 那就是為True了 OK喔 所以基本上 偶爾會比較簡單 然後end的話呢 那條件會比較嚴苛一些 按確定 那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喔 只要其中一項不符合 像這個就不符合 這個 兩個都不符合 這個也是兩個 那這個兩個都要符合 那就可以把 那個考基 業務人員 比較優良的 就抓出來了 OK喔 那偶爾部分一樣啊 類似啦 所以 偶爾部分就請各位 自行在練習 就是把剛剛end改成偶爾 那其他還有一些綜合練習題啦 我想 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考量到 時間 所以我們就 再來就要看第三個單元了 日期 跟 時間方面的 日期 時間 所以單位喔 這個大概先試著把邏輯部分先完成 尤其是潮狀的一部判斷 當然 你們如果覺得ABCD不夠的話 你還可以FGH 比如說 在五十分到 五十分以上是D好了 再來什麼 四十分以上是E 再來 一十類推 OK 試一下喔 我